系列的粉絲想看什麼 電影就給你看什麼 大家好我是幾隻 今天電影無視上要聊的是動畫片 Gridman Universe 這部電影就是季番動畫 SSSS系列的續作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把前兩季補完再來看 不然你會完全看不懂角色們在幹嘛 阿如果你是單純想看特色 要裸看也不是不行就是了 至於本片的故事比較聚焦在Gridman的主角上 Dynalenon的角色群比較像陪襯 之所以會這樣 是因為當初Dynalenon完結時 角色們故事其實都說得差不多了 而這次的劇場版就是交代大家的後續 並把Gridman沒說完的故事做個ending 雖然我小時候沒看過特色 也不是特色迷 但這系列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你沒看過特色片也可以看 之所以能做到這點 就是靠他們優秀的人物設計與劇情 而這次的Gridman Universe 也保留了原系列的這項優點 在特色組合變形幹架的同時 藉由青春校園劇場來推進主線的故事 而校園劇的主角 就是在Gridman被盜帳號 完全沒有記憶的愈態 阿這次的目標除了拯救世界之外 也要把自己跟六花的愛情故事做個了斷 Gridman Universe所呈現的內容 就是粉絲想看什麼 我就給你看什麼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Dana Lenon粉 想看夢蓬跟Gamma後續 本片通通都有 蓬跟Gamma再會 姿勢出來賣個可愛 還有夢蓬抗傘 看到這些我就很開心了 至於Dana Lenon中 Gamma當初沒講的第三個東西 這次的電影也有解謎 雖然答案有點哭笑不得 但這系列的風格就是這樣 有點鬧但是無傷大眼 而如果你是Gridman粉 想看切眼六花玉泰的後續 或是單純想看導演賣冷冊賣肉 本片也是滿滿福利 而電影在給粉絲福利的同時 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本質 是主打特色情懷的作品 而電影在這方面 真的是誠意滿滿 Gridman Universe的大場面 就是把兩代出現的機人全部搬出來 不斷的切換組合與搭配 電影的後三分之一就是滿滿的幹架 讓機人們從外太空打回天上 再從天上打回地上 我雖然沒有完全看懂 他們講的多元宇宙理論 但只要知道有個壞壞的反派 讓主角們幾節打爆他就對了 下半場瘋狂燃燒經費的作畫 再搭配兩季的片頭曲 與新的樂寫歌 直接靠氣勢把故事演完 並在最後把CP故事做完 看完就是四個字 又爽又甜 至於Gridman Universe的後續 本片沒有留下後續的伏筆 但身為粉絲我想看到更多CP堂 看看本片在日本的票房賣的7億 覺得這IP應該還是滿有開發的空間 之後就看板機社的造化了 相信只要他們把故事做好 應該還是能吸引更多 像我這樣的非特色粉鹿坑吧 總結Gridman Universe 青春校園劇場的部分 本片延續了季番的優異人設 並把角色們沒說完的故事說完 而在作畫呈現上 就會把熱血華麗的特色片 砸在觀眾臉上 只要你喜歡SSSS的兩部計番 那就絕對不能錯過這部電影 因為本片就是一部相當成功的粉絲項作品 Gridman Universe就是一部還算推薦 就看你是不是原系列粉絲了 我自己是Dynalenon粉絲 所以評價是不錯 如果是Gridman粉 評價絕對更高 是說Dynalenon的機台 需要人類在裡面操作搖桿 Gridman的機體 只有玉泰去合體 六花跟內海人在一旁當觀眾 只能說機體設計會影響到角色的參與感 電影裡面Dynalex 從天鵝降 逢夢上車開桿的場面 實在是有夠熱血 希望之後能有續作 給我更多的CP糖 好啦今天電影53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記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